根据行政院交通部资料显示 近年来台湾每年告发酒驾建树突破了10万大关 为了降低酒驾造成的人员伤亡 台北市政府鼓励民众喝酒后应该使用大众运输 或是酒后代价服务 部分计程车业者提供24小时酒后代价 除了可以用APP的GPS定位轿车 还有绑定支付功能 客座也无需担心结账问题 只有全民一心落实防止酒驾 才能避免汗事发生 小白蜜需要全部影响